女排迎来三个好消息,郎平被开出六倍的年薪 然而球迷却建议更换菜饼 如今的三名主力也得不到重用,确实白白浪费了人才 谈到女排的比赛,我们从两大看点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个看点,如今的女排队伍迎来三个好消息 郎平也被开出了六倍的年薪,渴望重磅的回归去争夺大赛的金牌 对于女排的队伍来说,大家都对郎平非常熟知 但是郎平她回不回归说到底,就是她本人说了算了 直到目前我们首先得了解到女排的状况 女排在近一段时间可以说迎来三个好消息 在女排的奥运会直通比赛当中尽管输掉了 菜饼带队未能够成功通往奥运会 但是女排现在的这套阵容越来越强大了 大家首先要了解到第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李盈盈拿到了全明星的MVP 据了解,李盈盈如此优秀的队员 确实成为了女排队伍当中最有机会接帮朱婷 以及成为女排第一主攻手能力最强的球员 李盈盈确实具备超强的爆发力 第二个好消息那是女排 包括了朱婷、姚迪以及包括了多位选手 都会纷纷选择回归 因为张长林已经回归到了女排的联赛 朱婷在欧洲的意大利联赛发挥得风生水起 而且雷打得很优秀 接着呢 姚迪更是回归到了国内的赛场 随着女排的多位优秀的选手 纷纷回归到国内的舞台 这必将会让女排的队伍更加强大 女排的阵容变得更加雄厚 接着第三个好消息 在近期的女排比赛据了解 奥运会的比赛资格以及比赛的名单将会做出12加1的调整 简单来说也就是从过去的12个人员的名单将会调整到13个人员的名单 女排可以多带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去出战国际大赛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女排将会具备更多的主动权 因为女排年轻的球员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吴梦杰 王艺芳 周叶童 庄宇山等球员 都是一批非常年轻具备活力的球员 如果得到女排队伍的重点提拔 必将会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确实让人备受期待 然而郎平他在近期也被开除了6倍的年轻 渴望邀请他回来 当时在大家对郎平纷纷抱有期待的时候 郎平再次做出了明确回应 郎平明确提到了 暂时不会回归 哪怕说日本队 美国队 还有意大利等球队 都开出了很多倍的年薪给郎平 希望郎平能够付出带队去打比赛 但是郎平他的回应只有一个 如果他选择付出 只会加入到中国女排的球队 也就是回归到女排 但是郎平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意愿回归 因为女排协会的这边 没有亲自 没有足够的诚意去邀请郎平 郎平还是不会回归的 第二个看点 直到目前的蔡宾 还是被不少球迷建议应该更换人选 哪怕说女排有三名优秀的阻力 但是一直得不到忠忠 白白被浪费掉了 确实很可惜 提到蔡宾的带队能力 真的有过去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吗 其实大家不能忽略了 女排的比赛最重要的看结果 比赛如果打得好 那么一切都好说 但是蔡宾偏偏在巴黎奥运会的直通大赛当中输掉了 女排的队伍没有办法直接通往奥运会 这是在过去很少见的 女排在过去狼平的态度之下 基本上都是提前通往奥运会的 现在还要通过新一届的世界联赛 去争战巴黎奥运会的名额 包括了日本等球队早已经直通巴黎奥运会了 我们的女排队伍还在等待着奥运会的名额 确实蔡宾这样的带队能力有待提升了 难怪不少人呼吁应该更换蔡宾教练 但是蔡宾他很有自信也很有信心 他渴望带领着女排争夺冠军 蔡宾采访也说到了 女排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 方向是走对了 接下来能不能拿到冠军只剩时间的问题 但是蔡宾在选拔人才方面 确实忽略了几个人很不到位 首先蔡宾很喜欢重点提拔王云露 但是主攻守的吴孟杰才是应该最值得提拔 另外包括了主攻守的专宇山 以及包括了周叶彤等球员 都是很值得去光照的 姚迪这名二传选手也被蔡宾过去给忽略了 确实忽略了多位优秀的人才 让大家议论纷纷 无论是球队当中的专宇山吴孟杰 又或者是如今的二传手要题 这三大阻力都是应该值得重点提拔 蔡宾应该重新去思考人员怎么去调整 才能更好的争夺冠军 大家怎么看 说说您的看法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